他是家中独子今年高考考了630分的好成绩 却因为运动后猛喝冰镇饮料 结果心梗去世 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太让人惋惜了 夏天这个气温高天气炎热 特别是运动过后大汗淋漓 人体的血管是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 如果这个时候喝大量的这种冰镇饮料 或者是突然到这个温度极低的空调房里降温 或者还没有消汗就急着去冲凉水澡 很可能就会导致全身血管收缩静卵 血压突然升高导致意外发生 剧烈运动以后不能立马就坐下躺下 不能立马喝冰镇饮料 不能立马冲凉水澡 就算是喝常温的水也要一小口一小口喝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生活常识 看到这个报道之后 评论区有很多网友都分享了自己 还有就是身边的人 因为这个运动过后喝冰镇饮料 从凉水澡带来的一些惨痛教训 有的是剧烈运动之后 用凉水洗头掉头发的 有的是出了一身汗 然后就立马跑到空调房里降温 面瘫的 还有的就跟这个19岁的孩子一样 因为运动过后喝了大量的冰镇饮料 被送进医院 幸运的就抢救回来了 但是却给身体造成了很大损伤 不幸的就因为一瓶冰水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老人常说出一身汗 不能喝冰水 容易炸废 不是没有道理的 以前还听过一个小故事 话说一个路人大汗淋漓 跟一个庄家户讨水喝 这个庄家户咬了一瓢水的同时 在水里撒了一些麦鸡杆 路人非常不解 一边吹着一边喝着 就问这个老人家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老人说 我怕你喝得太紧上了身体 如果你还不理解运动完喝冰水的危害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位网友的形容 我感觉他说的是特别的贴切 非常的形象 他说这个人就和石头一样 就好比是一块烧红的石头 一瓢冷水下去 石头立马就炸裂了 希望以后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了 大家都引起重视 好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见